各位大家好,我是坦平叔,等待见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2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这个房企的消息 这个几个房企都是跟央企有关 首先是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 远洋集团清盘陈寝联讯据新延期至12月 据报道,香港高等法院今日裁决 针对中国房地产开发站远洋集团的清盘陈寝联讯压后至12月 远洋集团昨日也就9月22号晚间公告 将通过并行的英国重组计划和香港协议安排实施境外债务重组 其中英国重组计划涵盖现有债务工具各组别的相关债权 香港协议安排仅涵盖现有银团贷款及双边贷款 也就是A组债务 也就是不同的债务进行分类 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你不管怎么说啊,你把债权人怎么分类 最终啊,你每个组别都得同意 人家投票表决 如果同意了,你这个重组计划就成功了 不同意,那最后还是由香港高院来裁决 是破产清算,还是怎么着 这叫清盘陈寝 就是在香港高院裁决之前 给这个原源集团自救的机会 对吧,你跟债权人去商量 你们能不能商量出一个结果 商量不出结果 那到期香港高院来裁决 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延迟 那就是给原源集团也缓了一口气 再给你延几个月,你去给人家做工作去 第二个就是绿地董事长张玉良 被限制高消费 限制高消费,某种意义上就是老赖啊 这个绿地身份不一般啊 虽然绿地好像早就爆雷了吧 应该是三年前绿地就是这个 现金流就断裂啊,缺钱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就是很多省会城市啊 都有绿地盖的那个地标性建筑 就是什么城市中心啊 对吧,绿地集团,绿地大厦 一般绿地在那盖房子 他都喜欢盖成地标性 他有写字楼,这比较好认 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绿地盖的房子 盖了一半停在那儿 尤其是那种城市中心 就是叫城市综合体 为什么盖了一半停在那儿呢 缺钱浪尾了 绿地的第一大第二大股东 是上海国资委 上海的国企 绿地某种程度上啊 也有点像万科 大股东明明是国资委 但是绿地是被张玉良控制 多家媒体消息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张玉良因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给付义务 被武汉市黄皮区人民法院 限制高消费 立案执行申请人为 中铁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此案件流程信息显示 不久前 绿地控股因此案 被恢复执行 1551万余元 同时 风险信息还显示 绿地控股 还现存多条被执行人 及股权冻结信息 2023年市场层面也传出 张玉良被限制高消费 不过绿地集团予以否认 有人在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上查到 这个张玉良被限制高消费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些房地产开发商 这些老板 叫无一姓名 都是迟早的事 就是债务缠身 他解决不了他的债 你看这次是1551万 其实也不多 对绿地来说 这都是小钱的 但是他就是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董事长 就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限制高消费 但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张玉良 限制高消费 是因为他是 绿地的法定代表 所以他在被限制高消费 不是他个人失信 我们经常把它哄为一谈 认为这个限制高消费 那说明这个人是被执行人 这个人就是老赖 不是的 他是因为是 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家公司 欠人家钱给不起 所以法人代表 甚至高管都吃挂烙 就这个意思 也一起限制高消费 这个企业 也会限制高消费 不管怎么说 就说明这个绿地 是越来越困难 我们再看关注这个 万达王老板 今天有媒体报道 说王健林 掌舵的万达 又卖资产了 9月23日 记者查 徐印天眼查显示 近日 南京万达贸 投资业金公司 发生工商变更 大连万达商业管理 集团股份业金公司 退出股东行列 新增全资股东 空华 天津股权 投资后果企业 天眼查信息显示 南京万达贸 投资业金公司 成立于2014年12月24日 当近日 发生多项工商变更 包含股东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主要人员等 这个空华 股权 投资后果企业 实际上它就是 保险资金 新华人寿保险 这个我记得 这个什么空华 股权投资后果企业 它已经接盘了 万达好几个项目 北京万达 好像就是它买走 你看样子这个 险子 还是看好万达 一些万达官场的资产 就这个时候 你手上这个 万达官场还能卖得掉 就说明 还有人能看着这 愿意掏钱买 按道理 你这个是卖的卖不掉 没人接盘 谁愿意买 说明这个王老板 没办法 还在割肉 还在卖资产 捡好的先卖 这么卖下去 王老板手上留下的 那几百个万达 恐怕都是 效益不好的 没人要 看不上 人家挑挑剪剪的 把好的挑走了 买走 剩下的都是 恐怕都是在赔钱的 如果王老板 把这个好的万达 优质资产 卖掉了 他的债务还没解决 那他基本上就是爆雷了 因为他留下一大堆 那个 像那种垃圾资产 结果他债还没换完 你说他该走 谁也帮不了他 万达王老板 这个对赌协议 到现在还没解决完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王老板还在煎熬之中 在苦苦挣扎 什么时候撂挑子 这很难说 今天这个各大媒体 都在刊登一篇 这个报道 叫中东土豪 接手广州房企 中国奥运 一度涨进 百分之一百五 9月23日中国奥运 零三八八三 港股上市了 盘中一度涨至 百分之一百四十八 截至十时二十六分 回落至百分之八十 报零点二一四 港元每 那不是涨来涨去 还是仙谷吗 两毛钱一 消息面上 中国奥运 于二十日正式公告 中东投资集团 成为中国奥运 战略投资方 并进入董事局 获取董事局 主席席位 中国奥运表示 该转让事件完成后 该公司将成为单一最大股东 郭子文将不再担任公司控股股东 这个中国奥运下面到底有什么项目 不太清楚啊 也就是说这个中东土豪 到底看中奥运什么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啊 考虑他股价只有几毛钱 这还是涨了百分之八十以后的 也就是他股价只有一毛钱 这家中东土豪啊 拿一个亿就能成为这个 中国奥运的第一大股东 董事局主席 你要从土豪角度来看 这一亿好像不贵嘛 要不怎么叫土豪呢 但是你给人感觉好像 这个土豪或者外资 现在正在看好中国的房地产 这资产 他认为便宜啊 花一个亿就能控制一家 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成为大股 这都核算了 也就是说 他就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可以盖房的 他甚至可以把中国奥运 引到中东去盖房子 搞房地产开房 他还可以在国内啊 这个继续啊 中国奥运那些资产 中国奥运到底 还有什么债务 还有什么资产 这个媒体也没说 咱们也不愿意去再仔细查呀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 就是这个中东土豪 看上中国奥运 不能说明 是外资看好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进来抄底 对吧 很多人就会把它联想成 哎 你看 美联储降息 这外资不就来了吗 纷纷流入中国 你看 正好 互相验证 实际不是的啊 就是他整个的 他在一个亿人民币 你要换成这种美金 一千多万美金 这叫什么钱呢 而且很有可能啊 这个是他们股东之间的一种安排 你把你的股份转给我 我给你一笔钱 就把你出去吧 所以说啊 不代表什么中东土豪 真的就看好咱们的这个 房地产资产 房地产行业 我们再看看这个香港的楼市啊 这个陈新闻报道 说香港师大乌院 周末成交 重回单位数 就是几套 创进八周新地 中介代理说 减息效果不似预期 就是美联储降息啊 在香港也没有达到预期 你美联储降息 对香港都没有达到预期 香港港元港币啊和美元 它是联席汇率啊 就直接挂钩的 就这样 香港的楼市都没反应 那你说 好多这个中介啊 房吹 说美元一降息 咱们这个房子就要涨价 很多美元就要来 抄咱们的房地产 你先看看香港 连香港都动不了 你这凭什么能动啊 减息后 首个周末 二手市场成交 不及预期 也就是不仅没涨 还比以前少了 两大地产代理商 师大乌院成交 重回单位数 各路的七宗买卖 是八周新低 分别有四至五个 乌院零成交 中原地产亚太区 副主席兼住宅部 总裁陈永杰表示 减息效果不似预期 于二月撤纳后 楼市及时反弹相比 简直是天然之别 主要是由内地客 及投资客反应慢热 对后市认识观望态度 未出动入市 现实楼市 由本地买家支持 因此未见及时好转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 布绍铭表示 吸口走势明朗化 吸引更多用家及投资者 重回市场 但新盘以低价抢客 抢占焦点机 冻结部分二手买力 导致减息后 首周末二手房买卖成拉锯 不过他认为 受费减息效应 购买力持续释放 预期年底前一二手成交 表现向好 第四季度 整体住宅成交会上升 由于新盘表现 可高看一线 总之 这个美联储降息是超预期的 降了50个基点 但是无论是内地 还是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反应是很冷淡的 你再看看胡适 这个鼓吹死多头 不都是说美联储 只要一降息 咱们的胡适就要涨吗 你看看胡适现在 马上也要保卫2700点了 这个有媒体报道啊 这记者叫苏上 说汇丰香港山业房地产贷款 违约半年飙升4倍至250亿 外媒报道 截至今年6月 汇丰银行在香港的山业房地产贷款 违约高达32亿美元 折合约250亿港元 较半年前5.76亿美元 急增4.56倍 报道引述8月初 任担任汇丰财务总监的 现任行政总裁 爱乔治表示 尽管大量贷款被列为信用减值贷款 但这些贷款全部表现良好 报道提到 香港是汇丰最大的山业房地产贷款市场 占其风险敞口的45% 截至6月 汇丰在全球山业房地产贷款总额为790亿美元 而信用减值贷款32亿美元 相当于该行在香港山业房地产贷款总额的9% 报道引述 汇丰回复指示 许多贷款者仍在支付利息 但拒绝提供相关数据 同时拒绝回应爱乔治的评论 什么意思呢 这个报道就是说 香港汇丰的很多客户也断贷了弃供 那这个导致违约的 一共250亿港币 比去年飙升4倍 那就说明 突然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就恶化了 但是呢 这个汇丰银行也说 这虽然是违约了 断供了 但是他们利息还在还 那什么意思呢 那也跟咱们内地的银行做法一样 就你还不起了 你先还利息 等于什么时候有钱了 再续上 不算你 汇丰银行 它这个房地产贷款伪运 反映的是香港的楼上 那我们回想到内地 你说内地的这些银行 这个房地产贷款的不良 是不是也会急剧增加 我想啊 道理是相通的 咱们这银行的 房地产的不良贷款增加 那对银行的业绩 肯定是沉压更不利 再加上这38万亿的 存量安家贷款 利息要下调 这银行又得割肉啊 吃了嘴的肉也吐出来 那银行日子更难过 所以我觉得银行股 接下来几个月 一定会现出原型 随着银行股的走低 那这个胡适 恐怕还在寻找 它真正的底部啊 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啊 说9月23日 成都市统计局 披露数据 1到8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7.6%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51.4% 基础设施 投资增长4.2% 房地产开发投资 下降2.4% 房地产方面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同比下降4.1%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下降25.1% 也就是前八个月 成都的新房销售面积 下降了四分之一 那天天 成都啊 还有开发商 叫逆势涨价 房价上涨2% 这个稀足了眼球啊 房子卖得掉 卖不掉不重要 反正也是卖不掉 既然卖不掉 它不如涨价 对吧 吸引一波关注 吸引一波流量 前八个月 比去年 新房销售下降四分之一 这个也是熄火的表现 卖不动啊 不关是成都卖不动啊 这个广州新房啊 现在问题也是很多啊 截止到21号 广州新房 9月晚前2700套 现在已经 9月只剩10天了 8月广州是4700套 9月前20天 只有2700套 也就是意味着啊 9月份 广州新房 恐怕比8月份还要少 金酒银食啊 那说明在广州这 金酒银食是彻底抛摊 我们再看看这个财政部啊 20号公布的数据啊 今年1到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万7776亿元 同比下降 2.6% 财政部介绍 1到8月 全国税收收入 12万1059亿元 同比下降 5.3% 全国非税收入 26717亿元 同比增长 11.7% 非税收入 增长 11.7% 大家自己去脑补啊 反正税收是下降 5.3% 在这种背景下 非税收入还增长 11.7% 1到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3898亿元 同比增长 1.5% 财政部表示啊 各级财政部门 认真落实 党政机关 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 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将财政资金 用在发展紧要处 民生紧急需上 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啊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251亿元 增长3.3% 教育支出 25654亿元 增长0.5% 农林水支出 14991亿元 增长5.4% 城乡社区支出 12952亿元 增长6.5% 科技支出 5700亿元 增长3.5% 住房保障支出 5316亿元 增长4.7% 这里面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财政部啊 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1到8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6821亿元 同比下降21% 其中地方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 20218亿元 同比下降25.4% 就是各个地方啊 卖地收入 只有20218亿元 同比下降25%啊 去年本身卖地收入就少 今年在去年基础上 又少了4分之一 我这印象里面啊 我记得不一定准 就是应该是2020年 或者是疫情前一年 我记得是卖地收入 应该在10万亿以上了 就是最多的是吧 10万亿 全国卖地收入 那现在你看 1到8月 一共在2万亿 但是你要知道 你看刚才财政部说了 各项支出还在增加 教育支出啊 农林水支出啊 社保支出啊 住房保障支出啊 那个都在增加 就花钱的地方没有少 还在增加 但是他收 收钱的地方 收入 卖地是大头啊 这块少了好多 所以非税收入增长 就大家就能体谅 就能理解了 然后这个公务员工资 发不出来 老师工资 发不了 拖欠 这个就不能 我们再看看这个 专家对房地产 怎么看的 这个网易财经报道啊 说向松作 在网易财经智库 C位观察节目中 经济学家向松作称啊 大家现在对房地产 市场过于悲观 现在整体房地产市场 虽然不如高峰时期 但任何庞大 每年销售量达到10亿平米 大家看视频啊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 整个房地产市场 也没必要那么悲观 我跟很多企业家朋友讲 我说当然你现在觉得 高峰时期相比 你觉得是差很多 但是毕竟这个市场 还是很大 还有10亿平米 每年还能销出去 这个产业还是很大的 517的新振出来以后呢 房地产的预期 是有所改善的 这个改善 就是说 首付比例下降了 这个房贷利率 也大幅下降了 那么现在很多人 有刚需的 他其实还是在购买 现在问什么是问题 基本上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 房价他要下行到 这个房价收入比 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什么叫合理的水平呢 就是房价收入比 8到10倍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那现在很多地方 房价收入比 还是远远高于这个 8到10倍的 所以我认为 还会调整一段时间 不可能 马上这个就改变 说现在大家又开始 以我风的买房 我认为这种情况 很难在短期之内 在出现的 这个调整还是需要 至少还需要 两三年的时间吧 这个向松座 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虽然现在 这个楼市还没有建 还在建底之中 但是大家不要 过入悲观 房价什么时候建底呢 就是房价收入比 达到8至10 这是比较合理的 一个区间 等到大家的房价 和大家收入比例 是8到10倍的时候 这房价就能稳住 我觉得他说的 比较靠谱吧 就是说你说房价 能不能稳住 你参考的指标是 房价收入比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靠谱了 而不是说那些政策 懂不懂是 利息调到最低了 什么这个 这房付给你调到最低 对吧 然后这个契税给你减免 然后给你解决什么 限购 这政策出到位 房价就建底了 显然啊 如果你参考 房价收入比 这个才是合理的 如果你只谈这房价 不谈收入 对吧 你只谈那些政策 也不谈收入 你就说这个房价建底了 那是不负责任的 实际上 政策不政策的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房价收入 对吧 比如在上海 上海现在平均房价 六万七万 房价收入比达到十倍 自然就稳 对吧 你出不出政策 都不要紧 就是你 你十年的收入啊 你就能买套房 那自然就有人会去买 因为住房 毕竟是干局啊 你只要有人买 这房价就不 对吧 你不让他买 他会想办法 对吧 你限制他买 他会跟中介合谋 搞这个购房资格 但是有一点 我要提醒啊 就是虽然现在是 这个房价见底的时候 但是大家也不能盲动 底部才是最惨烈的 这个炒个股的人都懂 在这个底部区间 寻底 对吧 底部这个起稳期间 实际上是杀跌最厉害 损失最惨重 不是说底部就安全了 对吧 寻底过程中 这个风险也很大 所以我一直说啊 作为韭菜 不要老想着超最低点 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 你老想着超最低点 某种程度上 就是水中花 进中月 进中花 水中捞月 是一个妄念 作为韭菜来说 最好是叫右侧交易 就是底部已经形成了 这个房价有点抬头 这个时候你踏踏实的 根据自己的需要 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 决定买还是不买 不要赌 你抄底 我一直说啊 抄底这种事情 是有钱人干的 李嘉诚可以 你不行 因为你只能买一套房 你只能错一次 李嘉诚 他无所谓啊 他可以不停的补仓 对他来说 底部是个区间 就像胡锡进老师一样 他虽然现在赔了35% 2700点 他还补仓 反正他有钱 他每个月都有退休金 根本就花不完 然后这个自媒体收入 对吧 他又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他源源不断的补仓 理论上啊 来一个反弹 说不定他就解套了 但是你呢 你就那10万块 或者8万块 对吧 玩命攒下来的钱 你一下抄到2700 这回我抄着了 这是低点 结果给你来个2600 这1000点 这100点 扎的也更狠 你呢 你没钱就补仓 所以我说啊 就是韭菜 不要老想着抄在最低点 无论是胡适 还是房地产都一样 先要确定 他是不是稳住了 对吧 你先要判断 这下稳住了 至少他不跌了吧 不跌你就安全了 你买了 他就不涨 反正他也不跌啊 所以现在确定 他真的是底部已经完成了 你这是再买 哪怕是贵一点 都不要安全排第一啊 所以买房子 不要老想着抄在最低点 所以你就没必要去赌 现在是不是最低啊 是不是不跌了 没必要 你就关注就完了 那些房吹啊 他为什么这么惨呢 就是他是赌 他为什么赌呢 他就是要多那么10%的获利 这种指导思想就是错误 所以他老是读底 哎 底到了 买 结果发现底下还有底 最后越套越深 套成神经病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